要听故事钓鱼岛版本的啊 关于老杨的 真的 给放一个背景音乐啊 对不对 说这么正经的事情 背景音乐对不对 关于二狗的整个经历呢 其实出于同事的关系 不应该幸灾乐祸 不应该开心 虽然特别搞笑 但是大家还是要忍住啊 嘴角上扬的嘴角 给你们讲讲我们这边的事啊 就是有一天呢 有一个老板叫做老王粉丝 通过一个指挥啊 这个指挥其实跟他也没关系啊 后来知道跟这个指挥没什么关系 通过孟俊 孟俊是第一天认识的 通过孟俊啊 他说特别想认识老王啊 怎么办 那孟俊说的话 我们这块有个军火商 你咱们这干五万军火啊 对不对 用暴力军火插队征服老板 征服老王啊 征服直播间的粉丝啊 然后老杨就拿着五万的军火 对不对 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 当时上了那个号叫什么来袭 我忘了啊 就雪山的一个来袭的号 然后当时的话 他干完军火 军火就干到一半了嘛 然后军火就拉了 他跟我们说 军火拉了不要紧 他有一个梦想啊 就是要加盟钓鱼岛啊 然后五万的军火干完了 要加盟钓鱼岛 然后我们啊 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然后第一天晚上呢 我们就简单的沟通了一下啊 然后就是他看了一圈号以后 本来是玩话声的啊 后来他看了一圈以后 他说他鱼岛啊 没有能看得上的号 只有老李的号 才勉强入他的法眼 然后李哥呢 对不对 也是为了钓鱼岛考虑 李哥呢 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号 原价买的啊 神器花了多少钱啊 一些东西的成本价啊 完全是按照成本价 就是让月月一点点加啊 加完成本价 卖给他老杨 然后老杨呢 当天也特别爽快 提供了一个三十万的转账 汇款 凭证啊 然后这个事就暂时敲定下来了啊 因为当时是十一期间嘛 到账的时间会比较晚 然后的话 我们就行啊 这个老板确实给地 来的第一天啊 就把老李的号啊 给收购了 我们也很开心 收获到一个老板 然后这个老杨呢 对不对 就算是 加盟半个钓鱼岛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是 没有账号没有过户 然后只能账号看一看 然后他幻化 他幻化这个武器原神的过程中 不是需要解锁吗 他幻化原神 需要解锁 他就拿到了解锁 然后的话 他说名字啊 不太好看啊 就给直接改了 改成了什么千语 什么将军 羊啊 就大概这四个名字 改完了 改完了这个名字以后呢 他就对不对 有了一个自己的号 然后 其实啊 像这种谎言啊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 因为只有两天的时间嘛 转账48秒时不到 肯定就是没打过来嘛 两天以后的话 我们就发现这个 鱼岛的老杨 有问题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收回了这个账号的所有权限 我们说老杨 这个等十一以后钱到了 你再好好加盟 我们先把账号就收回来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默默的等待十一以后再次打款 这个时候老杨就跟我们就再也不联系了 再也不联系了以后呢 突然 突然 有一天七哥告诉我 说二狗 去找老杨了 我想这不可能啊 二狗是我的朋友 对不对 二狗如果找老杨 怎么不问问我 为什么没跟老杨谈成呢 对不对 你们想想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老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三五七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如果遇到一个特别好的老板 会不会肯定把他留下来 对不对 我们三个都是 用比较成熟的人视角看来的 我们都是比较适合的人 比较圆滑的人 都在社会上见识了很多的人 我就不明白二狗怎么不问我们一下 而且三五七直到二狗 已经去见老杨的时候 三五七跟二狗说了一句 老杨有问题 二狗说没有问题 对不对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损失 二狗非常激进 非常向上 然后就去了 发生了后面的故事 然后呢 哎呀 其实我觉得 以我的视角来看 就等于钓鱼岛买了一块冰激凌 闻了一口 味道不带对 放在了一边 这个冰激凌放在一边的时候 二狗看见了 二狗 二狗看见了 三五七说 这个冰激凌有问题 你别吃 二狗说吃一口 不会中毒 一个冰激凌 那有什么问题 咬了一口 发现 是波屎 这波屎 吃的二狗 难受 心灾 甚至有一些 耽误了五天直播 这这口屎吃的 真的是难受 你稍微问我一下 对不对 我我维护老板 你们说哪个鱼岛 老板 对不对 说是因为老王 不行 不行了 为什么 钓鱼岛老板越来越多 肯定如果维护还是有些花招的 对不对 如果我们 加盟我们有问题的话 一定是这个 哪个环境出了问题 后来我们才发现 那个老杨 给我们的三十万的 汇款凭证呢 是photoshop的 photoshop 而且我们知道是photoshop以后 我们首先确定了一个消息 就是给他的账户 反手打了一块钱 钱自动退回 好像卡也是假的 真的 二狗太激动了 对不对 当然我都直播说了 加盟失败 钱没到让 自动解散 二狗来了一把 疯狂从刺 以为 以为是第二个卖斗 啊